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统帅安抚他们说 只要你们仗库东北军 蒋介石就不敢对我怎么样 其实怒火功勋的蒋介石一开始多次想杀掉张学良 但是也是碍于东北军的势力和老婆宋美玲的劝解 才改为关押 这六名东北军将领中有一位叫做霍首逸 他21岁就跟张学良的父亲张左林一起打天下 后来一步步当了将领 为人正义善良 对东北军和张学良忠心耿耿 张学良和他关系很好 霍首逸和张学良会面后回到南京 对蒋介石严肃地警告道 委员长 要我和我的部队打哪都行 但你必须保证张学良的安全 你要是感动他 我就感动你 蒋介石也为霍首逸这步背不亢 赤胆忠心斗乐了 他考虑到东北军的势力很大 所以就答应了霍首逸不会伤害张学良 后来霍首逸在抗人战场上战功赫赫 多次击溃日军 仅在1942年10月25日 就在江英一战中击毙日军签名 坦克数十辆 而且霍首逸和我军关系还很好 多次与我军互帮互助 他常常对部下讲话 咱们的枪只打日本人 不打自己人 抗战胜利后 因为他与我军有深交 而且抗日有功 所以没有被当作战俘 霍首逸后来去了军校当了研究员 1967年逝世